我这一生是剑如命 曾经有两人向我借剑 第一剑借于叶红鱼杀财爵 第二剑借给夫子展天 如今书院的草小树向我来借第三剑 借了我的剑便可杀人 我也会想我自己的这把剑该去杀谁 我也要向你借剑 因为你是人间之剑 如此盛会 若没了你的人间之剑 岂不让那个天女看清了我们人间 今日叶青为了批评 也要向柳白借剑 因为他不想自己唯一的尸底 作为光明慧的祭品被活活烧死 如今的柳白环顾四眼 人间再也没有刻号人 也亦不能见连生 夫子已然登天 万主已成了废人 世间已经没有柳白值得去杀的人 他忘了一眼水潭中的那边 早已秀迹斑斑的人间之剑 便已决定了自己要走的大道 剑者 孤 且职也 宁可在战斗中折断 也不应在墓中生锈 既然我的剑已经去了 那你的人就不要去 好好的去寻你的道法 自从皮皮被耗天 选为光明度引始之后 冠主因为自己所有的修为尽失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儿子皮皮被带走 因此他却心有所无 孕育出一个更大的阴谋 便是想夺取耗天的神格 将其取而代之 天就要回归于天 必须斩断于人间的陈月 召开光明慧 由我城市数万年纯正的许列为一体 大开通天的道 事实上他敢敢就做不到 师兄 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做 如果他不能斩断陈月 那我们就帮他去战 实在不行 我们就连他一等战区 恰巧这时龙庆没安好心地来到支手冠 他本想着见到冠主之后 直接使用灰眼功法 将冠主的修为境界吞噬为己用 直到他跪在冠主面前之时 他才发现那些都是自己的妄想 更令他没有想到的是 竟然连直视冠主的勇气都没有 当年在南海我就是看中了你心中无爱 顾得无所畏惧 你只有保持你当初的那种烟心 才能够有所成就 师父您这意思是 把屁屁带走 那光明慧怎么办 光明慧无法成功 他也无法重回一天 可天女毕竟是天女 人世间需要待一个人 可以是他 也可以是我 我娘可以是你 你只管放手去干嘛 如果我登上了那个位置 一定会赐予你 他一样的人 这回龙庆是万万没想到 冠主的修为不但没有吸到 而且还在冠主的威逼利诱之下 还要帮助冠主去救皮皮 就连自己的本命桃花 也被冠主暂时收回 以此作为要挟 与此同时 皮皮即将被焚烧几天的消息 很快就传到了书院后山 众人都知道这是西陵的阴谋 其实这条消息 也是故意地泄露给书院 其目的就是诱惑书院以身涉险 前来西陵桃山就皮皮 将其一网打尽就此彻底消灭书院 然而书院早有安排 已经提前计划好了一些 只是在等待合适的时机 就在这时 身为书院的二代弟子唐小棠 却是要执意去救皮皮 就让我去西陵吧 他虽然是我的师叔 但也是我喜欢的人 我看就让小棠去吧 除了是长教的阴谋 更是天女的意思 但这件事情 本来就是天一 我相信他身上 绝对有把皮皮救出来的决心 好吧 不管发生任何事 借我心惊 最后还是看着这位少女 有着莫大的决心 所以只能派出了他一人 几日过后 光明会如期举行 在桃山正式召开 宁缺来到了西陵以后 以浩然气掩盖住了雪山汽海 此刻的他毫无声色地 伪装成普通人 混进了忌天的队伍之中 等待着计划的那一刻到来 身为忌品的皮皮身着白袍 缓缓地走到忌坛中央盘膝座下 这也意味着浩天对之手观的不满 也是对书院逆天的残酷惩罚 这时皮皮的汽海雪山 也被浩天布下的禁止封锁